所以我们在在看到谢国良毫无执政能力 我们可以看到他完全是用大撒币的政策 在挥霍前任市长留下来的各项市政财产 在曾治安的这个过程当中 他现在还在进行所谓的一个侦办的一个过程 所以还没有正式的所谓列为一个 还没有正式作为一个判决的时候 其实谢国良市长他拿着这样的一个民事的宣判 然后大剌剌的就跟大家讲说 这件事情是市府取的一个胜利 但是过去我们对于产权的这个部分 其实都没有相关的一个争议 所以在这边我们还是要呼吁谢国良市长 你还是没有摆脱所谓的一个强盗市长的一个罪名 尤其这件事情还是所有基隆市民最在意的一个部分 现在谢国良市长在短短不到两年的市长任期之内 竟然被列为了刑事案的被告 这一件事情有光彩吗 这一件事情让我们基隆市民感觉如何 我觉得这才是今天谢国良市长之所以会引起如此大的民怨的来源 他往往不太搞得清楚 他自己私人的事情 他自己私人的恩怨 他自己私人的感情 与他作为市长的公器无关 而他自然用的让自己意气用事 让自己的情绪无限上纲最后变成这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